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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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阻你上师 我想阻你上师 我要見你頭 我說對不起 我上次今天最大的這裡就是我 咦 不行啊 那怎麼辦 就去眉頭 眉色頭 你們這裡應該在legal department 律政署有人在鎮守 通常有派出一個局局檢察官在ICC 那我怎麼回答他們 對不起 今天星期六呢 legal的人是不上班的 非常不滿 接著最後一句 In that case 我要去最高法院 申請人身保護令 Reed of Habeas Corpus 最高法院取人身保護令 我一聽 沒辦法談的 接著我叫我的同事送客 送他走 走了之後 第二星期回來 高中 一時就見到我 嘩 那個臉口 甜過蝦蜜瓜 嘩 很甜 接著笑容 師妹面笑 嘩 Mr. Choi 我看你走路龍行虎步 你一定有武功 起了你底 我心想 起了我底 我心想 這個所謂 遇用大律師 不外江湖賣藥佬 這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李柱銘先生 李柱銘和我不是第二次交手 在佳玲我是第二次交手 第三次在200的時候 我離開BICC之後 做了市場調查 調查一些政要人員的操守 法國有一間叫做遺警顧問公司 拿了香港人570多萬 有12個民主派的議員 是親筆簽名拿錢 而錢就去了一間鬼影公司 空殼的 寫字樓都沒有的 寄在一間會計師樓 結果我就單挑開記者會 一列問題幾多鐘序 都出來了 記者都坐在那裡訪問 報紙有了 一個人敢出來答我 全部棄甲疑圖 一個打了12個 報紙有照片沒得騙的 200年的這個 這次是第三次教授 如用大律師看來都是不外如是 哪個老闆請他就做事 好了 建案到那個階段之後 就急轉直轄 急轉直轄在哪裡呢 死人 1983年先死了一個調查員 就是他的核數師 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 就被人發覺 就是在新界找到的第一次死人 在這個大埔一個超能裡面 就發覺有一條屍體在那裡 有人報了是1983年7月19日 這個人叫Ibrahim Ibrahim Jalil 就是負責赤數 在馬來西亞過來赤數 他肯定 他應該代表馬來西亞的領域 政府 甚至至至今認為他有機會是 是 是 實際上是財政局派他過來的 但是最後他棄施香港 根據警察跟進調查 就找到那個所謂殺人犯 但是他不認 他只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 他只是承認自己搬運那條事 他說那個兇手是一個韓國人 而最後也找到這個韓國人 說是在韓國 但是他有證據 他當時也不在香港 變成一個死胡同 查不到 這個人到底說話有多討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妙就妙在 他這個人在訪問 在盤問的時候 神仙點路就說 幕後老闆 就是他 陳松青這樣說 喂 這是綠殺人的 但是在馬來西亞國會的文件中 有24畢業 指是不見了 就是這部分 就是他讀陳松青 所以後來好像撤銷對 他在香港 他過不了陳松青的謀殺 他只是告到這個人 這個人就判了終身在香港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研究他的背景 總之 這件事是很耐人尋味的 要你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我想沒有律師在 他都不說 他都不說 我要找到他 除了他之後 84年有一單 84年 4月13日 香港的有名律師 John Wimbush 他不是普通律師 他是香港律師公會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Ex-President 最大的總裁會長 竟然間在他自己山頂的豪宅 在那邊 在游水池裡 頸裡有雷龍繩 那條繩子扭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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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石屎蓋 如果今天這個題目電影裡 應該是電影裡 方宗信飾演的那個 我認識的原因 當然他們是一個影社 我們只是推測 估計他們是影社 當其是嘉寧案件的 你指的這位律師 但他那個發生意外 被遇害的那個情況 重點是怎樣 他是嘉寧的法律顧問 而他死的時候 距離被警察 當時是CCB做的 就是這個商業罪犯調查方 距離他們定了要見他 沒有幾多天 差不多已經 敲換了 他就死了 好巧合 那這個是不是巧合呢 因為他是畏罪自殺 因為有人殺了他 因為別的理由 因為情殺 失戀 沒有人知道 總之這件事就 低調到很神奇 而一個這麼大人物 而那些呼聲的問號 我只想到一個一機會 特工行為 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這個不是結論 但可能是一個結論 第三個刁命的人是誰 就是在1987年 將這六個嘉寧案的被告 包括Jorstang Bendy Ho 以及有一個 也是和那個自殺的律師 和律師留的Dickens D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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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是早期的股股 他是大股東 大股東 Senior Partner 所以照說應該是一件很大的事 和他的議案 這個被告 這個是裏面的其中一個律師 不是 被告的律師 另外還有兩個被告 就是Price Waterhouse 就是香港最大最大的 頂級的核數會計師 兩個職員 他們幫佳寧做數 這六個人告了連環 Carritt 連環 陳同青和他的夥伴 在87年就在Justice Dennis Barker面前 局員就進行審訊 他審訊完之後 竟然間那個大法官 當時是以一個 大法官指導這個培審員 沒有證據放人 另外證據不足之外 這是傳重了很久的一個討論 就是重複控罪 首次是以這個重複控罪 他用很多技術性的問題放生 只可以這樣說 就撤銷了 也就是即刻解散了這個 對 後來律政署等於這程序 檢討這件案 這個法官受到嚴重的批評大法官 這個大法官的妙子 就是我以前都沒有研究 我現在再看他 他走之後 退休 退休去了塞布列斯Cyprus 在Cyprus再婚 結婚之後 北雷四個月死於車禍 又是車禍 又是車禍 為什麼會債台高中 是不是這個故事 是一個編出來的故事呢 他窮到 他的遺商就跟人說 我連買那個墳墓的石頭都沒有錢 要隨便 就拿他的那些法官袍 假髮 就托香港的大法官 有沒有人可以買 用來做紀念品呢 在香港拍賣 怎樣 喂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完妙 我想回這件事 推翻前到87年 他當時放這幫人 只有一個理由 第一 他是瘋子的 第二 就是他收了水 這是正常的想法 第三 就是別人叫他做的 我覺得三個可能性之中 而最後一個機會最高 那可以駱駛在司法 當時這個法官上面 可以叫他做些 可能要叫法官做這件事 而你看他沒有錢的 證明他只是個棋子 他執行了任務 你是指什麼人 或者什麼人可以指使 殖民地應知 應知大歲 或者大歲以上的人 好了 總之 他的死是很奇怪的 三條人命 我交代了大家看到 他在香港賺很多錢 在他身邊的人都賺到錢 他身邊的人都賺到錢 包括英資和華資 都賺到錢 但倒閉起來 大家不可以說 但倒閉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我會提出來 就是當時決定 港幣貶值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夏定基當時才爺 夏定基當時很特別 是特別 是每天自己定的 不是美國政府定的 是港府定的 晚上四五時停市 那段時間就定了第二招宣佈 那段時間 就可以發了很多財 那時候 突然說要貶值五六百分 哇 那裏很金 那裏做那個決策出來 很多人受軟 這裏我就想就 徐官你講到這個題目 如果這個在徐官你 帶出的不同的一個角度 這個除了是一種轟動的經濟案件 如果它是一個 這個戰爭 那誰才是受害人最大呢 當然很多古民 當然很多古民是受害者 這樣說 最大的受害人 最比較理性的看法 就是這個場戰爭 戰爭一定有傷亡的 市民受傷 市民那些贏 就不出聲 輸了 當然是鬼閃嘈的 有傷亡的 你們這行就是這樣 看你有沒有幸運 幸運就贏了 上的時候你買就贏了 下的時候你買就坐艇了 下的時候你買就坐艇了 德華 對德康 沒錯 就是查過的身份 沒錯 但是純粹看這件案的 那個詐騙行為 主要的受害人 就是愚民 愚民財務 就是愚民銀行 就是馬來西亞政府 馬來西亞政府 那整件事 的產權是他們的 他們 他們為主 香港為富 那我們值不值得 用這麼大的資源 鋪天蓋地 全世界去追殺 找這些人 是serve 誰 serve 誰 serve 他們 當然 有一個比較高尚的說法 就是公義無價 愚對不可以放過 但是大家老實說 你橫木細潑 世界有哪個國家的資源 是無窮盡的 沒有的 任何部門資源都是有限的 你時間需要什麼 就是優先做什麼 大部分資源都要省著洗 不可以無窮盡 而你這樣的洗法 洗了兩億多 兩億多 兩億多 只是那個調查 諾政司的案件 那是怎樣 那些外判人是慘的 那時候那些案 因為你 教了很多東西出來 你那幾個拍檔 在英國印度 又說這個人權化 又說這個回歸 又有影響將來的不明朗的形勢 搞到要找一些定局 就是頂級專家 去給意見 所以每件案都超貴 你每一堂都要打 所以外判律師費 是香港人的錢 要花多少冤枉錢 值不值得花呢 我不敢決定 這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原來去追回這個正義 都有分主客 沒有錯 這個意思是 用香港當時的資源 去最大的受害地方 如果我們這樣的理解 是在海外 反而幫海外的主權去追回那個 還有 如果你看我所看過的文件 我得到的印象是什麼 是你根本是他們派過來賺食的 你是被他們派過來賺食 中間出了問題 你可能益了很多香港人 益了很多香港碎像級的 那些人的寡頭 你益了他們 但後來已經弄了 弄了 弄了作家也不支持你 那些傢伙也不支持你 你就發瘋了 對不對 有沒有理由 你不要回答我 不是事必要你說 除官 扔了很多問題給George 我猜這些問題 都要肯第三節回來 我們試一下 可不可以在陳先生的口裡 得到一些解答 除官真是除官 沒有什麼可以過到他對法眼 我什麼都不會再說 你們慢慢揣測一下 我要找魔律師 我們來看見